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年文学奖 大家很关心 我们很荣幸请到各位各路专家做评委 我也很荣幸临时来做报幕的 我们的程序大概是这样 先请各位简单的两三句话介绍自己 然后我们就有四个问题 文学奖的组织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四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问题大概半个小时 所以每一位评委平均的话 大概就是讲五分钟六分钟 但是我们很自由 哪个位老师这个问题不想多讲 一句话就可以 哪位老师想多讲一点 可以讲到十分钟生活工作 但是当然了大家知道 不能每个问题都pass 你在此处pass 你在另外的地方就要详细一点 这个是整个这个进程 各位记住这个很opこと的这个情况 我们是在互相之间交流 但同时我们又要假想 会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文学爱好者 文学青年会听我们的讲 所以我们是双重的对话 一方面是我们评委会里边的对话 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广大文学青年的对话 所以我们先介绍吧 按这个秩序 以后的每个问题 就不一定按照这个秩序 看谁高兴 愿意多讲就先讲 那第一轮介绍的时候 那就是请这个梁永安教授 各位老师好 我是富兰大学中文系的老师 我主要是说比较文学 还有城市文化 也研究一部分电影 尤其是也包括一些青年文化 所以今天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想大家来这个学习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 我怎么听说梁教授 现在是爱情专家呢 可以等一下再说 就是文学课 文学课里边有很多爱情主题 对 我们等一下有时间请教 林白你是 大家好 我是林白 写小说的也写诗 完了 很难找到林白 在公众场合见面的 林白是他的作品的代表作的名字 也是他自我的描写 叫一个人的战争 本来呢我们都很尊敬 你一个人的战争就战争 现在发现你要一个人在这里 跟我们这么多男的一起战争 你就要全部女性创作都要靠你代表 一个人的战争 刘征老师 大家好 我是刘征 我平时呢 主要从事这个文学批评旁边的工作 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媒体的编辑 所以呢我相当于是在这个文学的一线 接触当代的文学作品也比较多的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学习 谢谢徐老师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介绍 我觉得最接近现在青年人创作的 可能就要刘征老师了 他对最新的作品的出版 这个介绍评论的情况 也许我们到处听你的那个看法 下面是罗祥教授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祥 我呢其实属于一个文学的门外汉 因为我教的是法律 具体是法律的刑法 所以今天呢也是以一颗文学门外汉的心态 来学习的 只是很多文学作品呢 对我个人的法律观呢 是有重要的一些塑造 比如说托士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呀 或者卡拉玛祖父兄弟呀 让我能够对我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呢 有一些新的思考 但是确实呢 跨界发言呢 让我有点诚欢诚口 感觉好像又听到了苏格拉底的嘲讽 你这个无知的人又在跨界发言 所以今天呢还是带着一种门外汉的心态 来学习 来倾听 谢谢各位 我们在座的只有你听到苏格拉底的声音 我们都没有听到 就是你听到 你知道我在上海有一些朋友圈 刘晴啊 许继琳啊什么 他们里边说 我不开玩笑 他不是我编的 说罗翔是直接在青年当中的最后一块政治 过讲过讲过讲 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都已经是 这个平江后浪推陈了 跨在沙滩 全靠罗翔 其实这个讲的评委呢 有一个特点 他每次都找一个圈外语言 我看了一下 以前找过贾章科 张亚东 李宗盛 这些都不是专门做文学的 但是他们都是说 有广泛的 人民群众基础的 文化界人士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讲的 在请评委的时候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所以我们期待 这个朝前 黄德威教 谢谢子东 各位好 我是王德威 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东亚系 和比较文学系任教 我主要的专业呢 是现当代文学 文学批评理论 非常巧 我现在人在台北 我居然能够透过网路呢 和在中国大陆的 各位先进 一起来参与这个论坛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谢谢 客观的来说 他的到来呢 对于提高我们这个讲的 这个学院派的这个学术水准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最后也介绍自己 我叫徐子东 原来是领南大学 曾经做过副主任 现在呢 在港大做名誉的兼职教授 也在华东师大做兼职的教授 好了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 大概结束了 我想补充的话呢 是因为各位做评委 你放松 你怎么讲都行 你记住 你们都是第一次做评委 但所有的人 都是第一次做评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讲有个规则 他每次的评委会 全部换 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参加过 有一些 那些其他讲的核心成员 或者是代表著名的高校 或者是代表作协 或者是有关部门 最重要的人物都在 因此呢 那些讲的好处呢 很有延续性 坏处呢 就是说你大概也知道 他的所谓情况怎么样 这个讲呢 他倒不愁没有人了 他每一届都换 这个如果把前面几届的评委的名单爆出来 都是非常厉害的文学家 这个评论家 而且呢 海内外的人都有 所以各位一点都不需要有所顾忌 因为我们反正做一届 第一个问题就是 简单说吧 就是对本届作品的整体感受 以及 这个感受中间就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 以及目前这个讲 跟大中华其他的一些文学讲 有一些什么不同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比较 这个 梁教授 好 因为我们互联大学有那个 武器写作 就是MFA 就是創作专业 那么青年作家一代又一代 那么从现在这一届作品的粗略的一个印象呢 就是跟我自己的期待啊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共振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学 在这个 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化里面 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失声的 很多方面是缺席的 缺席的 就是说 因为这些 发生变化的历史的内核部分 它的这个阶层 比如说那些打工者 那些这个学历并不高 但是呢 都是在不同的生产线 在背景离乡的这么一个 奋斗里边去呈现 然后他们自己的表达 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时候 所以我们觉得最深切的一个历史体验 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以来 其实有失去了很多题 比如说我们的乡村这一块 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乡村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 其实乡村的声音呢 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很好的历史性的呈现 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 就是农民 写农民或者乡村小说的一个国家 所以现在来说呢 我其实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总的来说 我还是特别注意乡村这一块的 乡村这一块 就是这些师生者 那19世纪像迪庚斯这些人 他写这个乌兔孤儿等等 他是替他们来 因为他自己童年少年 也有那些经验 尽管后来社会地位很高 但是他还是经常去太无赤和的东区 去闻一闻那些皮革的臭味 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的青年文学里面 很多他写出了这种 哎呀 相处就是纠结 然后呢 聊到城市的整整新路 其实我们在传统文学里面 其实我们在外面的 就是视力方面 我们传统文学很强 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方面 就这方面呢 就显得比较单薄一些 所以现在我觉得 现在青年写作里面 他非常讲个人的 这种精神的 这么一个微体验 不算是用一个外在的一个逻辑 一个大的一个历史的 这么一个东西来解释自己 但是我觉得那种延伸的状态 那还是非常地 非常地深切的 那非常深切 那么这是我觉得一个 这个量上呢 我觉得总的来说 还不是很充分 不是很充分 有些部分呢 可能雙春这一块 写的还不是太 主要的太多 因为发生的这部分呢 很多都是在城市里 那么我们看 现在的青年的 包括这个城市青年 还有他们都受过 很好的教育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说他浮现出来的 那种表达出来的生活 中国青年 我觉得我们的青年文学 还是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跟我们历来的价值 就是那种文化 或者我们说明价值 还是力求想找到一个险境 就我们的这个表达 青年重逐文学的表达 青年文学的表达 它还是你可以感觉到 背后有一种推力 想去质问这个生活 质问这个 这个雄存里边的 种种问题 那种种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不会是采取一种 那种 就是说一种毁灭性的 那种 有的时代确实需要 毁灭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青年文学里面 它总的来说 它的美学 它不是那种悲剧式的 不是那种 英雄式的 不是那种毁灭式的 还是尽量地想在人伦里边 我们的传统伦理 人的那种世界里边 去写破碎 写等等 但是还是想寻找到 一种 比较 暖性的 那之后我们 我们的传统 还是有一定的勾连 这是一方面 但我觉得 我觉得在青年文学里面 我的总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 代际的 这种紧张感 紧张感 这方面的 书写呢 还需要大大的加强 因为这是 我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是我们 现在的父母 这一代 90后的父母 95后的父母 这是农业社会 的最后一代人 那么现在的 新的一代 去年 是现在社会的第一代人 因为这个不光是观念了 它需要思想 还需要整个社会的环境 和社会的种种条件 所以真正的 在历史的关口 这时候青年写 实际上这个 代际的关系 是特别的复杂 复杂 这里面怎么把它 能够很好的写出来 就表 不是用一种 表面的 表面的问题 而是写出 最深的 那一种 有点像 我这50年代 索尔贝罗 他写那个 奥吉玛提利贤 基亚 那就是这一类的青年 他的那种内在 我们中国人的 特别的当代 就现在的青年人 和以往的价值之间的冲撞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 在我的印象里面 还是写到了 写了不少 但是呢 还需要再深化 好 我还是讲的慢点了 这个 谢谢 我就先粗讲 先粗讲一下 谢谢梁远安教授 提到的两个 关键词 一个就是 现在青年人 写作当中的 乡愁 双雪涛的作品里 写下岗的工人 说他离开了工厂 就是他的乡愁 离开了的工厂 他就像农民 离开土地一样 而且呢 他的作品里面 的确就像你说的 代际之间紧张 但不是毁灭 而是 怎么说 而是觉得自己的父辈 被人欺负 作为儿子辈 看不下去 而这种儿子辈 看不下去 父辈被人欺负 其实在苏童 在甲平蛙 在很多作家里 一直都有体现 小男孩的角度 而只是 他们的作品里边 父辈是被革命 浪潮冲击 所以 这个梁教授 刚才讲的 这两个关键词 非常知道我们思考 就是当代青年作家 他的乡愁是什么 而他们跟老一代的 这个前一代的关系 不仅是生活当中 他们跟父辈的关系 还有 他们跟前一辈 作家的关系 到底是一种毁灭性的挑战 还是一种貌似挑战 实际上还是在传承 接受这种苦难的宿命 我这个只是正好有个联想 我不会在每个 专家发言后面都发议论 刚才刚才想到 林白你是 行 我这个就是谈具体的阅读的感受吧 以前就没有那么集中的 读过青年作家的作品 这一次 你总看了 戴着老发镜 看了个把乐 觉得挺厉害的 生猛 让人振奋吧 就是这样一下子冲到海面上 哇 蹦得很高 然后我在水里 看到他们好厉害 喷出很多气 很多气泡 很激励的 然后呢 最直观的 就是这一包书 打开 发现出了一个 有个这么厚的作品 全是这么厚 两个手捧着才行 一个手拿不住 我觉得这个 可能上一届 应该是没有这么厚的作品 一部 罕见之作 虽然它是有九百多页啊 就看得好吓人的 非常烧脑 然后我是从头到尾 每一页九百多页都翻了 看了 浏览一遍 它这个体量庞大 然后综合性 非常强 方志 风俗 俗谱 口述史 词典 史谱 传说 巫术 诗歌 什么都有 又是纵了又是横的 纵横交错交直 我觉得是文体实验 走到了一个高处 所以我认为它是当代 最有叙事雄心的小说 这个大概不能算太理解 它是个又深又沉又庞杂又浑厚 另开一路的小说 这一小说呢 按照烧脑和不烧脑分的 我没有你们学院 这个知识分子 这种话语体系 我就老百姓的 一个是比较烧脑的 一个是不太烧脑的 一个是介于烧脑和不烧脑之间的 这个烧不烧脑 这个不是价值判断 也有不烧脑 然后烧别的东西的 反正是 反正是 就看这批作品 其实也是有点累的 相当于每看一部 就翻过一座山 刚才那个就不是翻一座山了 翻了一百座一千座山 就是那样的 我觉得总的来说很棒 肯定是比我年轻的时候 写的好多了 优秀 按长的和短的分 这一次 我觉得可能是长篇更多吧 宝珀 理想博 文学奖 奖全了 以前好像都是长篇集 好像没有长篇 所以一直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太满足 没有一个文学奖 那么有影响力 好像应该有一点长篇出来 结果这一次就 就是 就第一批推荐 就有很多长篇来了 而且长篇很棒 这个 就相当不错的 这个是粤语 粤语写作 粤语写作 哎呀可以那么的生猛 以前我们看到粤语写作是那个 欧阳三家巷这样的东西 哎呀一下子出来 那句子用词 铿锵有力 我觉得是汉语文学的这个新的因素 我的一边看一边用铅笔 可以看一些词一看 哎这词很熟悉 但像我 我小时候用过的 但是在三十多年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忘记了一干二净 这些词 五六七八 个七八 七八九十 个可能也有 从那个茫茫的那个黑暗中 就冒出来了呀 我一看哎呀 屋顶极枝高 我一看呢 屋顶极枝高 那不是以前我小时候讲 经常讲这个屋顶极枝 什么东西非常非常高嘛 就这个极枝 然后我自己写的一个北流 也有五六百页的一个大长篇 我也用了很多粤语 结果居然就一次 没想起来这个词 它是在地嘛 它我不在地 我就有三十多年 没怎么用这个粤语了 所谓的粤语 我这个粤语是叫 不是正规的香港啊 广州的粤语 我是那个广东乡下话 我自己命令粤语的一个分支 一个次方言 次等一点的方言 真的是语言坑枪有历史 广阔的视野 海洋气息 也有很强烈的书信 光色水色都是很好的 讲述的方式 语言想象力 这个作者应该是近几年 就挺有希望的一个小作家 然后长篇 还有个写未来的事情 这个未来 它又是未来 又是现代 而且还是一个 还是个最终的一个东西 你觉得 这个人类在危机之中啊 它很有想象力 但这个想象力不是飘的 不是玄虚的 它是一种 就下沉的一种想象力 它自己这个作者学哲学的 它有很强劲的哲学思考 公司也很好读的 看得脑洞大开吧 很愿意读的 我其实当这个评委 确实也是原来觉得很压力很大 就是是一个 是一个有负担的东西 但是阅读到好的作品嘛 自己觉得很有收获 它这个是有很多复杂的 新鲜的经验 有新的世界观 新的写法 新的世界观 是跟以前单一的 海语小说 我觉得这些叙事是不同的 读完了以后觉得蛮沉痛 有一种沉痛感 就不讲了 就这样吧 我已经讲的 这个应该是讲的最多的一次了 谢谢 你这个这番讲话呢 应该留在最后的 你们中评的那次会议上 我以我的经验告诉你们 我们最后那次评委的讨论 吵得一塌糊涂 因为没有领导指示 所以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真的完全是靠选票 而且不单是你投的这一个人的选票 因为你还要投其他人 你哪怕是你放在第二第三 都会影响到他最后的总分 所以到最后 这个是这个讲的可爱的地方 他真的就是主持人不知道 主办机构不知道 没有权 就是你们五个人最后决定差一点 你想我那一次 碰到像唐诺这样的人 真是苦死了 他战斗 所以你的很多内容 可以到最后的时候有 他们播出的时候 可能把名字 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你一旦请作家做评委 一旦接受了 作家特别认真 特别认真 从细节到感受 谢谢举老师 鼓励 不 是讲得很好 刘 刘 咱们宝婆理想国文学奖呢 是一个青年文学奖 那么对青年文学 我们作为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来说呢 是不是都要加以鼓励啊 那个由于我在一线工作也比较久 所以我决定不说很多这个好话 我想从否定的角度上来谈我的一些观察 因为呢 就是各位老师 做这个评委呢 可能有很多新鲜感 但是呢 就是我很难说 2022年入选的这些作品 跟之前几年 几届的那些作品之间 有很大的质量上的差异 所以呢 我还是想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上讲 来讲一些 我认为在这些作品中缺少的东西 那么第一个呢 我想谈就是 我以前读过夏志清先生一篇文章 印象很深 他叫做 《现代中国文学赶食忧国的精神》 就是对时代有所感触 对国家前途的命运 有忧虑 那么他这篇文章里面 甚至举的一些例子 不是我们常会想到的 现实主义的文学 去很干预现实的那些作家 比如说他甚至举了这个 沈从文这样的作家 举了沈从文写的 《阿里斯中国游记》 这样带过幻想性质的作品 但是他从这个文本中 获取了现代中国作家 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那种感受 是潜藏在各种这个文学文本的下面的 那我提这个文章的意图呢 就是想说我今年看过这几十部作品呢 其实我感觉 这个里面 基本上没有感食忧国的作品 这是我个人的感触 如果说 我的总结或者说概括 哪里有不对的 请各位评委呢 之后一会儿可以讨论或者纠正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当然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呢 它是有客观的原因的 一方面是可能在这个表面上 我们的国家是比较昌盛的 也许是走在一个比较向上的 这么一个曲线 那么可能这些年轻的作者 对国家命运的前途 没有太多的思考 这可能是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原因 那另一个原因呢 也可能是因为在我们习惯的 这个话语体系里面 我们这个发表机制里面 我们这个出版的 这个常规体制里面 可能这些表达优思的作品呢 它就不容易出来 这也是一个角度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 就是说没有敢施优国的作品 那么我的第二个观察是呢 没有知识分子式的写作 刚才林北老师也提到了一些作品 他们是有这个炫学的 这个写作的手法 比如说表现自己好像有很多学问 然后呢 是模仿西方的 现代主义的那种创作 把这些学问 学问家的论述 或者是讲述事情的方式 进行模仿 但是我个人而言 因为我们在座的评委呢 基本上也都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了 那就我们所知 现在的年轻人呢 还没有达到知识分子 写作的这个高度吧 我认为 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民国时期 不要说鲁迅周作人这样的 就是哪怕是巴金矛盾 这样的作家 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比如说巴金和矛盾 都翻译了大量的 这个外国同期的文学作品 包括社会科学 比如说巴金 他曾经沉迷于这个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那么这些人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也好 还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中也好 都是体现了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 也把知识分子的思考 融入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来了 但是呢 我看年轻人 因为我们这次评讲 在年龄上 话台是比较宽的 包括理想国文学奖 最高的年龄 可以到45岁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 很多已经算是 接近中年了 那么从人的一生的发展来看 三四十岁 他如果是个知识分子的话 他这些特征是应该体现出来了 但是就我看 今年我读的 集中读的这篇作品里面呢 应该说没有知识分子式的写作 而那些渲学式的写作 和知识分子的写作之间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是因为知识分子所思考的事情 不仅仅是一种 仅仅作为装饰性的出现的学问 而是那种学问 真切的与社会现实 与这个世界发展的那个方向 有一种共鸣 或者是在方向上 有一种趋近 所以我认为应该分别 知识分子式的写作 与渲学式的写作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特点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我认为是没有讽刺调侃的作品 这一点呢我不知道 各位评委是不是把所有的作品 都通 这个入选的都通过一遍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 没有讽刺调侃的作品 这个其实很耐人寻味的 因为从现代文学角度上讲 我们有像钱中书 围城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作品 那么这些讽刺的笔触 调侃的方式 包括比围城更早的 老舍的很多作品 他也都是有这个处理的手法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 在我们现实中明明看到 有很多社会不公正 有很多黑暗的东西 有很多荒诞的东西 那么却在年轻人作品里 没看到对这些东西的讽刺和调侃呢 这个跟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思想 以及阅读的趣味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东西 所以呢 我暂时先提这三一点 来不是为青年人打气 而是希望从事文学的人 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还是老年 都去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我们的文学现状 为什么是这样的 好 谢谢 刘真提了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又会引申出更多的问题 其实呢就已经牵涉到我们的第二个大的问题 要讨论的 不过既然已经讲了 接下来这个罗翔教授肯定会有所回应 简单重复你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今年这些作品 不能说没有 比较少传统意义上的 赶食忧国的作品 那么这个问题引出来两个 第一 是不是一定要赶食忧国 夏之清的原意是批评的 而且王德威教授在这个翻译当中都有问题 第二 不容易做 做不到 还是说他们觉得没必要做 就是这是个隐身的问题 第二个 写知识分子 到底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人物来描写 叫写知识分子 像李尔的鹦鹉兄这样 还是说在创作当中要有一种 知识分子的精神 像金宇成他写了一大堆的小诗名 可是他贯穿一种故事分子的精神 那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尖锐 好在我们知识界在青年群中的最后阵地 接下来就发言 我们请罗江教授 说白了这个确实呢只能发表一些文外汉的一些看法 都非常非常的主观 那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读文学作品的 但是这一次呢确实是系统的读了一些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 那确实也有一些类似的一些感悟 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作品呢 是一些描写科幻的啊或者呢还有一些复古的 但是对现实性的作品呢 呃感觉整体上的这个量呢 它还是比较少的啊 呃我只是谈一些我个人的一些读后的一些观感吧 啊谈不上特别体系化 我个人的观感呢就是经常能够感到一种虚无感和幻灭感 在这些作品中呃贯穿的一个主线呢 呃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虚无非常的幻灭 它通常都是一些对周边经验的一些主观式的解读 但很少能够跳出这个经验之外呢 做一些操验或者客观的一些追问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就是 有的时候读完一本作品啊 啊你的心情会非常的沉重和恍惚 但是你就找不到一个出路 就它也没有给你一个出路 它也不试图给你一个出路啊 啊就感觉我们这些读者呢 进入到一个时间的荒原 我们在无尽的漂泊啊 就像一块玻璃呢被打碎了 那每一个碎片化的玻璃呢 又折射了一些碎片化的影像 但是你又很难拼凑一个完整的一个影像 这是我个人对大部分作品的一个基本的 一种主观的感受 当然不一定对 就是这种虚无感和幻灭感 感觉他试图提出一些问题 但是他又不知道提出一些 什么样的真正的问题 然后他似乎又很少能够给出一些 有意义的答案 我大概就说到这啊 这个就是罗教授对此刻的界定 王德威教授 这方面其实您可以多讲一点 我想我因为不是长期在大陆生活 对于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文学的 不同的写作方式或者实验 其实知道的有限 那么这次我特别感激这个机会呢 因为等于是把我这个逼出了所谓的舒适圈以外 那我不能依靠这个间接的资讯来选择式的阅读 大家已经都给予相当认可的作品 所以我等于是就是真的就是一头栽进了这六十七部小说里 那么绝大部分的作品我都读了或至少浏览过了 那么我想我约列的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感 然后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扩大一点 也讲一讲这个海外的华文文学和大陆华文文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这个对话 那么首先我要说这个作品的量很大 那么就我最武断的判断来讲呢 大概有有二十部左右呢 我会觉得有兴趣 我会静下来 我想再多读一些 那么如果再浓缩一些 我想有十部是我很愿意细读 那么大体来讲 我其实是要呼应刚才梁永安教授在一开始说的 他这个问题不只是农村写作的问题 而是你对现实或现实主义如何界定的问题 那么这个在中国大陆文学传统里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论述 也是一个大的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到了2022年呢 似乎有一个微妙的一个转变 但是只有一次的文学奖的评比 我们很难真正的说明 这个文学至少在小说这个文类创作 未来的走向 但是看得出来 那么至少这一次参赛的作者呢 有意无意都在思考 什么是现实 我怎么去界定描写这个现实 或者甚至如刚才刘征先生所说的 我怎么去介入这个现实 我要怎么样去表示我的感食忧国 或成如夏世青先生所说的 感食忧国也很可能有过于不及的 这样的一种挑战 所以在这些方方面面来看呢 我总的这个观点是觉得 这里面有相当有意思的作品 像林白女士说的 让我们会觉得我要多看一点 我很有兴趣 多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可能要呼应大家共同的感受 我们似乎在寻找一种有力气的陈述 一种有力气的故事 但是我们这次似乎都觉得 有很多的作品在技术层面上 或是在想象的层面上 其实操作的非常精彩 但是似乎缺乏了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非青年的这些评论者 我们向往的一种东西 那么这是代表我们自己是过时了 还是未来的这些青年作家 还没有达到我们所标志的 那个青年的一个理想目标 其实这是可以辩论的 就到底是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王国为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世代的一些期望 强加于另外一个世代身上 或者是我们真的可以说 以我们的阅读量 以我们的生活经验而言 也许目前这个世代 还有一些可以再继续 在增强他们的写作实力 或创造力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一个大略的感想 在实际的阅读经验里面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 也许可以提出来 那么作为大家的参考 那么第一个呢 还是这个写实现实主义小说的问题 那么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界定 怎么写实 怎么去看待这个各种 我们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 那么相对于此呢 我们看出了这些小说家呢 企图也许是打擦边球 也许是绕道而行 也许真是有神思妙想 但是呢 我觉得总的来讲 还是多少 想要做一些介入的努力 但是似乎还欠了那么临门一脚 让你感觉到 在他们的实际的创作的成就 我们赞叹之余 仍然觉得好像意犹未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用了一个 我刻意在今天要掉书袋子了 那么我刻意运用了这个 鲁迅先生的一个专有名词 也许大家不是特别熟悉 在1935年 那么他提出来一个 玄想的观念 这个玄不是那个玄妙的玄 这个玄是那个玄挂的玄 是那个搁置 搁置的意思 挂起来的意思 那么对于鲁迅来讲呢 我们需要一种玄想文学呢 把我们目前约定俗成的 视为当然的主题风格形式 打破它 然后回到初心 回到我们的这个探问现实的原点 而这个探问的方法呢 不一定是我们过去所熟知的 写实现实小说的公式 或者路数 它必须是一种很生猛的 甚至很粗糙的一个东西 它让我们回到那个 一个原始的一个 一个创作 或是想象的场面 再去思考文字和生命 和生活之间的相连的关系 所以这个玄想这个词呢 和另外一个鲁迅 也喜欢用的神思这个观点呢 这都是早期 这是鲁迅在早期所用的词了 这里面就牵涉到这个 也许我们扩大对于 写实现实主义的定义的话 那么这种悬想式的做法 我们乐见其成 但是似乎在这个操作上呢 我认为是还有 还有可以更精益求精的 一个方式 这个我想也许在下一次的 我们的辩论中 我提出最具体的实例 那么第二个方向呢 我提出来是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地方或地域文学 写作的一个倾向 那么也许在过去几届呢 这个尤其是前两届 这个东北写作呢 成为了现在的一个 大家趋之若鹜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注意到 在这一次呢 这个南方写作 那成了一个新的 一个可以注意的方向 那么这个南方呢 可以是用我刚才所谓的悬想 不是悬庙的悬而是悬挂的那个悬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进入主题的方式 那么同时呢 我也看到了这个南方写作 有的作者喜欢从这个 山川地雾 风土人情进入 有的是真正的从辽斋 从各种样的中国传统的 这些幻想的世界进入 所以这些都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 这是我可以比较具体的说明 我至少看到了五本到六本作品呢 是由一个广义的南方作家 那么来这个承载他们的 一种新的使命感来创作 那么这次特别巧 我们有一个南方写作的祖师奶奶 这个林白女士呢 担任我们的评委 这个一个人战争早在三十多年以前 就在南方写作了 我想林白女士这次应该很高兴 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年轻的一辈作家 那么以这个地域来作为一个他们的出发点 但是他们的那个操作方式是很不一样了 所以这点是我有所期待的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呢 我想把我的话题稍微扩充一点 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谈这个当代的中国 或者是华语写作的这个现况的话 我们的目光不只是集中在大陆的这些作家 那么这次的67本作品呢 至少在文字的操作上 那么已经达到一个水平 我觉得有很多甚至可以用精致这两个字来形容 那么你放眼海外的华人社会呢 那么其实这个有很多有趣的作品 是值得参考的 我很期待未来的创作者呢 那么在阅读彼此 或是阅读大陆的名家的作品同时呢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海外的华文作品呢 那么也许得到不同的灵感也不一定 尤其是在这个文字操作的这种华丽的 幻象的玄妙的这种想象方面呢 我觉得不论是香港的董启章 台湾的这个朱天文的传统等等呢 都是有很多值得 仍然值得学习的地方 但是有一点呢 我可以特别明确地指出来 至少我所熟悉的台湾文学 和马来西亚的华语社会的文学呢 在最近这几年 对于严肃的这个风土的写作 还有对于风土和环境 这个环境呢 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山川地貌 指的是我们一个更广义的气候环境 还有整个大的这样的一种 世代的变迁 人跟环境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逐渐成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我觉得在以中国大陆的这个山川之大 那么这么多的作家 如果已经是把他们的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的地域 或是集中在自己的传统的 这个乡土的写作 我觉得那个部分呢 可以更进一步的深耕细绝 而在这个部分呢 需要有一个新的 对于环境的意识 对一个生态的意识的一个自觉 那么这个生态 不是只是水土保持而已 而是这个生态呢 也代表了一个心理的 是心灵的生态 一个整个的这样的 一个地方社群的这个生态的 和这个自然界的风土之间的 一种互动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大有可为之处 但是至少这一次 我们的参赛 有几本是触及到这个方面 但是我仍然觉得 不觉得他真正说到了 我心里想作为一个 大陆以外的读者 所好奇所想知道的 总归一句话 其实这些话题呢 真的是方方面面 但是就像我在这个 Gulliver's Travel 这个格力佛漫游 这个世界的这个感觉 有的话题大的不得了 我想有好几本书 是讲这个 科幻小说不用说了 有这个大的 生死的问题啦 抉择的问题啦 它大到一个程度 就感觉到 我这样的一个 微小的读者 我似乎没有那么 这样的一个能量 去真正去想象 这样的一个 哲学性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梁教授所说的 还有非常精致细微的描述 非常非常精彩 但是精彩完了之后 你不禁要问 这个是要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这个刚才也是刚才 刘征教授跟这个 罗翔教授都提到的一个话题 所以在这个过大跟过小之间 怎么摆放我们自己在现实 和现实写作的文字的这样一个位置 我觉得是未来的挑战 谢谢 王德威教授呢 他一方面在现代性啊 这些理论的层面 在我们这个学科有很大的突破 引起很多争论 同时呢 更叫我们很多同行所感佩的 就是他对新作品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兴趣 我前一阵还听了他的一个讲座 讲香港的几个新的作家 我下个学期要开香港文学的课 这在香港现在是很敏感的一门课 可是他讲的对于香港作家的作品 我都没读过 所以这个很多同行都很奇怪 就是说他怎么有这么多时间 去读这么多新作品 这下完了 他又读了67部更新的作品 到时候又会成为他论文的题目 你们读都没读过 你们怎么来总结呢 对不对 但是我刚才听到了讲 其实我们的设计的第二个问题 你们就已经谈到了 其实就可以已经延下去了 刚才得到的一个印象 一个关键词就是 我们现在的创作 出现了一些精致的小说写作者 这是钱里勤的这个话的套用 就是说技巧很精致了 想象也很绚丽了 但是按刘征的说法 他回避或者躲避一些重大的现实的 相仇也好 目前的这个困境也好 或者是讽刺传统也好 却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在躲避 那这个事情 各位怎么看呢 这个按照他们设计的题目 就是说这个此时此刻 这个文学何为 各位怎么看文学 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意义 这个题目当然是打霉 每次不断地会有人来提出 但是现在好像我们不能回避 还是 那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文学应不应该记录现实 介入现实 如果需要怎样书写 才是真实和深刻 而不是对社会事件的拼操 要怎么能够把握时代精神 才不会沦落一种新的庸俗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了 各位看 你们可以沿着刚才的这个 这个这个思路延伸 也可以发挥 首先我要求这个 罗翔教授发言 因为他刚才比较少 而且这个问题正是你的关注较底 其实怎么说呢 我可能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作为门外汉嘛 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叫文学 就如何我们定义呢 这个文学 那从中文的购置呢 文学嘛 文嘛 学嘛 那文 我个人对文学的一个非常非常浅薄的理解 我觉得文字呢 还是要文以载道的 但问题是 文又如何去窄 这样一种道呢 那可能有三种立场 招文道西式只可以 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载道精神 那可能还有一种是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的一种悲观主义的载道立场 那甚至还有道可道 非常道的这样一种怀疑主义的载道立场 那我实际上是希望我们的文学作品 能够在这三种立场中 能够进行一种切换 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共鸣 让我们不断地去追寻这样一种 一种道 但是呢 我就感觉刚才这个徐老师所说的 但是一种精致的技巧主义的一种写作 它可能会回避这样一些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刚才的一个观感是 我这些作品呢 读过来之后 那确实我筛选了一下 有五十多部作品呢 就是粗粗地流浪了一下 其实我一般来说 我至少要看一百页 看完一百页之后 我就放到一边去了 然后留下了二十多本呢 我觉得我要重点在好好的看的 但是大部分的作品呢 就让我感觉 越来越加深我的一种虚无感 让我感觉在逻辑上呢 似乎是不自洽的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它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些语言 它不断地强调这个世界的没有意义 但是我感觉到 它在逻辑上是不自洽 因为你写作这本作品 本身就是想表达一个意识 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但是你通篇的行文 让我们感到的一种灰暗 一种没有意义 所以我个人不知道我的把握是否是准确的 就是文学首先是要文以载道的 只是这个文以载道的道本身 可能我们要在乐观主义 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中来进行寻找 那至于学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文学也必须 它是一种学问 一种学问它得学以自用 它得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 那文学如果说是一种学问的话 那什么是学问呢 学问是不是要有一种问题意识 带着一种学生的谦卑的心态 去寻找答案 去追求真理 那作者肯定不是真理的代表 不是真理的话 但是作者肯定可以 以一颗谦卑的心 去寻找这个正题 因为在中文中这个学字 这本身就是一个会议字 它两只手中间 它是一个谣 这个谣卦它表明无限的意思 它是表明这个知识本身 就是无穷无尽的 终其一生我们都是无法去学会的 那学问下面是个小指的指 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来说 作为一种文字的学问 它是不是依然是要探究 无穷无尽的 变化无穷的天人之道 在人类的总经验中 以一个小指的心来求问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对文字的 一个非常偏颇的一种看法 我觉得是不是 还是要在经验和超验中 反复地来求问 可能我们还是要有一种 超越的超越的心 来处理当下的一些经验 但这些经验不至于成为 一些非常主观的一些碎片 当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经验 来让这些非常上面的一些 超越的东西变得不会悬而又悬 还是要接地气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注意到有几本 非常有意识的科幻小说 其实激起了我很大的阅读兴趣 因为我以前不怎么看科幻小说 我喜欢看的是现实主义的 沉重的一些大背景的 宏大叙事的 一些这样的大的题材的东西 但是在这一次中有好几本科幻小说 反而激起了我很大的一些阅读兴趣 我觉得他们似乎就是在这种 超验和经验中来进行这一种切换 我个人浅薄的一种观感就是 那文字可能有三部 一种可能是我手写我口 那第二个境界呢 是我手写我心 那第三种境界呢 可能就是我手写你心 把你心中所想的表达不出来的 用语言给表达出来的 那所以所有的好的文学作品 可能是不是得在我心 你心和众人之心中 进行一种来回的切换 所以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作者 是不是它是在刻意地回避一些问题 或者说它也没有把握到 文字所应该真正触动的一些问题 换言之作为一种学问 如果你提不出一个 有意思的问题的话 那么你可能也很难地寻找 一种真正的解决 是的 我这个大概就是说这一些 不好意思 丁字 回避 刘曾 梁教授 你们有什么补充的 这个题目很大 文学与现 梁教授先说吧 好 这个问题确实是太大了 就是我们说一个宏大叙事 或者说一个整体性的思想 这个是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个不能是强写的 就是一个年轻啊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我们说现实本身呢 其实它一个内涵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化的语境里面 它的前逻辑 它的当小逻辑和它的后面的逻辑 那么它互相之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内在的有机性的 有机性的 是我们说一个青年 尤其到我们今天这个流速匆匆的这么一个时代 年轻人要想把握现实 去洞察现实 就是历史条件是非常差的 那非常差的 这个因为我们在观看人类历史的时候 你可以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那感觉到 这个你要身处的时代 你往往很难认识它的 那么你比如说你身处在欧洲的18世纪 18世纪 那一个伟大启蒙时代 伟大启蒙时代 但是前面有唯用复兴了 文艺复兴时代 它所打开的东西带来的问题 然后在启蒙时代里面 然后呢它有一个新的 那这样一个这个强大的渗透 那么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 那么在这个之后 迅速的法国大革命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启蒙的那种精神到了法国大革命 一下子就 就加上而止 后面整个人类欧洲 那就是帝国时代 就逐渐的开始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也许我们说 就是说结构的时代和建 和结构的时代 它是不能并行 因为这事里面可能某些进步 它在某个阶段上 它可能是有种结构的存在 那今天的年轻人 在我们今天 这么一个生命的 普遍的 中国的这种 个体的 这种生存 个体的体验 个体的反思 等等 就是这样的一些过程里面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 今天的年轻人 他在完成什么 所以我就想古青龙一郎 他写戏血的时候 戏血的时候 他写出那个四姐妹 里边那个老四 你看这个 他就是不规不拘 不官不履的 但是他在小说里面是 最具有 这具有新生命的特质的 所以可以说我们 我今天看青年文学 我总觉得他们 不可能去 在思想上 今天这个观念的时代 观念的时代和思想的时代 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观念的时代里边 我们需要一种锐度 锐度 而这个观念时代里边呢 可能我们每个人 都在不同的维度上 有自己一个 比较简单的观念 然后这个 因为简单 而打开我们的感情 而不约束我们的感情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相互推移 可能构成我们时代的整体 这个整体呢 就是我们说今天 也许就是在这么一个 真正符合 我们讲 据说我们不可能有 像古代印度哲学里边 那种凡天的 那种巨大的 就是绝对 那后期佛教出现 他讲因缘 讲不同的力量 相互之间的推移 讲这种转换 也许我们今天青年人 在做的 那就是这样一个 时代转换 那然后用自己的 个体生命的种种 这种 菩拉填算 或者是种种浮沉 然后做出这种 个性的 个体的 这样一种释放 因为我接触的 很多青年作家 写的东西 写的东西 就是 哎呀 各种各样的 那种生活的 那种很刺痛的东西 如果我们放大一点看 觉得没什么嘛 为什么这么刺痛 但是放在他们自身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过程里边 他确实有这种生命的 这种真切性 真切性 其实今天是个 真切的解放 据说要有给青年一个 他的生命本身 是往后建设的时候 他确实有一个 伟大的会合 那形成一个 真的一个社会的 互相之间的 这个强大的互动 他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 还比较涣散 那还比较涣散 所以青年的文学里面 也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很多扭巴的东西 很多扭巴的东西 那么通过这个扭巴的 而获得历史的扭矩 推动转动 推动转动 所以我想就像 瞎子摸象 每个人摸到一块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能他会 一个活生生的时代 就逐渐的被 被互相感触到 所以我是这么一个 感觉 他时代性的背后的意义 不差一样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重 就是我不要凑重这一点的 我觉得人类历史走过来的时候 他每一段上都有自己的一个 那个时代身处 但是都是被后来才能认识的东西 后来才是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的年轻人 他通过自己的当下 通过自己像萨特那种存在主义 那种本身的 那种存在的方式 然后呢去 一点一点的去建立起 因为我们今天 一个新的国家 我觉得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情感方式 新的 新的那个 行为方式 就是新的 这种游戏规则 新的教育观念 都在逐渐的形成 起码好几代人 才能够逐渐的达到 某种程度的相互之间的 某种程度的共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今天这个时代 看清理文学 我是这么一个期待 写的 有没有这样一种 生命的原制 我回顾了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宝珀文学 理想国文学奖 这四五年来比较成功 我就回看了一下 过去的这个评委的组成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作家很多 跨界的文化人 刚才已经讲了很多 唯独一个比较缺少的 是中国内地的 学院里边的学者 所以梁杨阳教授 你是填补这个空白来的 你刚才的有一个问题 我非常感兴趣 你说有观念的时代 还有思想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观念的时代 是什么 就像五四吧 我们这个 五四是理思想的时代 一个观念的时代 就是说要追求新道德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恋爱自由 爱情自由等等 但是这个东西 没有背后的历史化 就是自身中国人 他们并没有经过 这么一个系统的 这么一个形成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看起来很新 确实是有历史推动力 而且很大的一个巨重性 就是它会有个 很迅速的普及性 但实际上呢 你看我们如果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 人家从那个 哎呀 你说 哪怕从英国社会来说 你看大宣章时代 那么然后逐步的 后面的一点点的 社会的这种发展 奥兴帝国时代 然后形形色色 从新教改革等等 它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时候社会 这个自由不是给你的 就是关键的时代呢 自由好像是给你的 其实你并不拥有 因为你并没有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真正的去 是自己去把它 实践出来 体会出来的 那个时候才有思想 它真正的是有逻辑 有内在的根系的 那么关键的时代呢 就是有强大的 这么一种新鲜感 但是来了以后呢 其实没有自己的内生长 其实没有经过漫长 大大的一个社会的 变革里面的 历史的进化里面的 它的那种真正的 那种思想激励 没有的 所以就很脆弱 就是很适合青年人 但是实际上呢 它又会发生 包括鲁迅鞋伤势 包括等等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充满着 似乎的这种新鲜空气 但实际上它就是 一种浮立在地表之上的 浮立在地表之上 所以就像植物一样的 你看那个竹子 上面长多高 它底下的根就有多深 根就有多深 所以就是我们说 我们不能说是 看到竹子很漂亮 你觉得像竹子一样 但是你并不知道 它的那么里面的一个 生长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内在的 它的那种逻辑 它的那种形成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青年 现在变得太快了 所以从这个四十几年改革开放 是吸收的太多的东西 我们都是在没消化的过程中 这就像孟子所说的 就是说那种 孟子说的是 就是迎磕而后进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就是那个迎磕 磕就是那些 那些河床上的那些洞 那些那个水来到这里 必须像会灌满 灌满以后才往前走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而后进 而我们今天是 那个磕啊 根本就没有田 然后就是在快速的流动里面 就哗的就过去了 所以那个碎片化的就这时候呢 而这个过程 这思想就失去了 本来我们 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就说一个维大历史过程 其实是个思想过程 但往往因为流速太快的时候 然后这个观念有了 但是思想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 所以我是这么 所以可能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我理解成 思想的时代是比较好的 观念的时代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观念已经形成了 你没法反叛 思想是 所以我的理解是 晚清是一个思想的时代 厌安也是思想的时代 延安也是思想的时代 它可以推翻 人的价值观 80年代是思想的时代 而今天是一个观念的时代 对于很 特别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当然我的理解可能错 因为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在讲 你们给他们什么建议 今年人怎么超越 他们的前辈的 各种各样的成就 刚才那个还没讲呢 刘老师 刘真 我想说一下 比如说文学跟现实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思考一下 这个现代主义的顶峰 卡夫卡的作品 比如说我们看他的城堡 看这个是叫审判也好 是叫诉讼也好 那这样的作品 你说它是描写现实吗 它这里面并没有德国当时的那种 现实的直接的像是纪录片 是这样的描写 它是没有的 它跟巴尔扎克和佐拉 它不是一样的 但是你说它没有把握到现实的精神吗 没有把握到那个时代 人的思想的困境吗 我们的答案又是否定的 所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它并不一定说是一个照片式的 它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 通过预言的方式 甚至像罗祥老师刚才说的 他读到了很多科幻的作品 反而觉得比那些直接描写 当下现实的那些貌似的 现实主义的作品 它更能把握到这个时代的精神 所以我想我对年轻人的作品的期待 也在这里 就是说谁真正的把握了 时代的精神 并且体现到他自己的作品里 那他就是成功了 而我们要推崇的 也正是这一类的作品 但是我想说的是 要把握这个时代的精神 本身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因为我听刚才梁永安教授 讲的很多 是对青年作家 是有一种鼓励和宽容的态度的 但是我想说 我们在文学的竞技上讲 是不是要有一种 对青年人的呵护的思想呢 我倒觉得不一定 比如我们讲文学历史上的例子 祭祠 这个英国诗人 他20多岁就死了 那你说他是不是青年 可是在他写诗的时候 他的诗 跟同时代的大诗人相比 他是毫无愧色的 甚至他可以很自豪地说 我写的诗 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 那么我们能不能让一个中国的年轻的作者 站出来说 我现在写的作品 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打个比方来说 我们要去 一个卖车的地方买车 这个导购跟你说 你开这个车的时候要小心 尤其是盘山路的时候 因为这刹车可能失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年轻人生产的 你要包容一点 那你会不会买这辆车呢 不会的 我觉得这个例子 可以举到文学作品上来 一个普通的读者 他走进书店 拿几本书 决定要不要读 要不要买的时候 他会说 这个作品是不是年轻人写的 我要对它好一点 我调低一点预期 会这样吗 但我觉得可能不会 因为这个文学作品 就是在文学竞技场上 要跟别人竞技的 年轻人可以有他 作品的特色 这些东西呢 可能是中年老年的作者 所写的作品里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 海明威早期写的作品 这个尼克亚当斯的故事集 我甚至觉得 比他晚年写的老人鱼海 更好 更有穿透力 他也是年轻时候写的 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是他年轻写的时候的东西呢 就一定弱过 他后来那些 看起来更成熟的作品 他只是有另外一种特色而已 所以贵根节地 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有没有把握住 他们自己有的那个感性 以及他们自己有的那种独特的经验 如果他把握住了 那么这个作品就是成功的 也是我们要推崇的 如果他没有把握住 那我们可能就流露出失望 也是正常的 比如说罗翔老师 说有的那种深深的 读完之后失落的感觉 我很多时候也有 但是为什么呢 我其实在今年年初 也写过一篇评论 里面我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做走出怨恨文学 就是怨恨呢 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情绪化 我们对时代的很多现象是不满 我们对它有一种负面的情绪 这种负面的情绪 表达到我们的文学作品里 就变成了一种冲动 有的时候 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 像是一种生理性的冲动 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反感 我们就把这个怨恨表达出来了 表达这些东西 应该说它是很容易的 你对现实表达失望是很容易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失望的时候 但是就像罗翔老师刚才提到的 文学不应该止步一次 你如果只是给别人带来失望 这个失望本来是我们共通的呀 我们有这个失望了 不用你再来告诉我了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文学呢 还是能有一个别样的状态 至于这个别样的状态 是怎么表现的 那是交给年轻人 或者交给所有作家的一个任务 由你们以五彩班来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评论家不可能去跟你设想一个方式 但是呢 我想一定是在这个方向上有所绝境的话 而不是只是表达冲动 只是表达怨恨 表达不满 才能成为好的文学 我想一定是比它更高 比它要超越这个目的 才能成为好的文学 好 许总老师 我们的时间呢 已经是有点多 站的有点多 所以我们马上进入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非常实际 就是你们读了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 我非常同意顺便我方才刚才讲 青年只是在评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年龄限制 而评论的标准 文学的标准只有一个 没有青年文学的标准 这个只有一个 我们就用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们有什么建议 他们现在的写作 客观上面临着跟前面的作家的一个竞争关系 那么怎么样他们来超越或者说挑战 或者说传承前面的作家 这个林白老师 王德威教授 先讲林老师是刚才一轮轮空 所以你一定要讲几句 好难啊 好难就讲少一点 早也好像也没有讲过 我真的想听听别的老师怎么讲 好难 障碍住了障碍住了障碍一楼筐好不好 那他要偷来 王教授不能偷来 我想讲一个 这些作家你有什么建议 今天最怕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千万不能当青年导师 你知道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 和这个讲 参赛者 他们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我们想像这个 在这个网上 或在未来的这个播放过程中 有多少愤怒的参赛者 说你们这六个老东西 你们懂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 参加一个时差的问题 这个年纪的问题 等等等等 我现在这个先说这个 我先引用这个阿甘本 当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治神学的这个理论者 他说什么是此刻 什么是当代 当代的意思就是最不合时宜的 the most untimely 最没有办法能够响应时代的要求 响应这个宝破文学奖 六位五位评审的期待的 也许我们就错过了都不一定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预设某一种 这种擦肩而过的可能性 这种历史的偶然性 那么对于一个比较激进的 一个评论者 他认为那个才是此刻 那个才是当下 那个是无从预知的 我们必须要预留那个空间 但说了这个话之后呢 我们退到一个中国的语境来 我们的确认为在一个更优远的传统里 这个传统已经是包罗万象 那么的确需要某一种客观的一个角度来做判断 我们需要某一种的一种一种声音 来作为一个衡量的尺度 所以我们只能很谦虚的说 我们在扮演一种啊 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路标的设置者 那未来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就 我们自己除了林白女士之外 我想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坐在案前 在实际创作的 真的要给这个青年作家什么样的建议 我是觉得很惭愧的 那我要举一个例子 来作为我们大家共同反省的一个开始 这个1902年 当这个梁启超在这个日本 写他的新小说 这是我们现代中国文学 或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 写了一个科幻小说 叫新中国未来记 那个时候梁启超才几岁啊 他19 对不起 1873年出生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1902 他是28岁 是写作的 29岁 对不对 他如果今天来参加宝破青年文学奖 肯定是 肯定是青年 合格的青年 对不对 但是如果当时有我们这五位 六位评委在场 我们第一个就把它刷下去了 原因很简单 这个小说连写都 写完都没写完 对不对 写了第一章 第二章以后 难以为继 就写了一共写了五章 那么这就得了 这个新中国未来记 其实是没有未来 在梁启超的这个创作生涯里 就这个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要评论这个现代文学的开始 我想我想一般都会强调 这个小说的光那个开端的那个意义 就给我们一个震撼 这是不同于传统说部小说的开端 他起始的那个几页里面 已经让我们已经大开眼界了 所以那是一种期待的一种可能 说从此刻从当下开始 也许这个小说家应该怎么样的创作一个 前所未见的东西 但是梁启超的教训是 有了开端没有结尾 这个同样的是另外一种教训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 也许是资深的读者 可以给予他们的一个当头棒喝 另外一个晚清的作家是吴简仁 我们知道吴简仁他的笔名 另外一个笔名叫老少年 我但愿我们也都是老少年 就是这个倒不是以老卖老的意思 至少我们就是也许年纪虽然比较资深了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少年的心 就是尽量的去想象 去配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的改变 包括这个传媒 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通讯的技术 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小说 我要怎么看小说在网上看吗 这个拿着理想国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小说看吗 等等等等 有太多下游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来实际的考量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我们当初谈到这个小说创作的当下此刻性 那1980年代的末期有一个青年作家叫做刘慈欣 他在山西娘子关水利发电厂一边弄他的那个水利发电的事 一边开始写他的这个科幻小说 我想那时候他才不会想象到这个15年20年以后 这个三体会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经典文学 所以这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话题 90年代我坦白的说我不知道谁是刘慈欣 我就算想知道基本他在网上 而且最原始的这个网站上在发表 对不对 到了2000年 这个有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叫做韩松 他写了这个2066这个美国邮寄 这个韩松到了今天 这个我们读他2016到2018的这个科幻小说 医院尤其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 今天看起来肃然其境 我觉得这是一个惊人的一个巧合 这个就回到了刚才这个刘登老师所说的 这个1914年当卡夫卡在写作变形记的时候 他哪里想得到他的那个变形记抓住了时代的精神 所以这个时代精神要怎么抓这个就像抓这个Pokemon一样 这个装着宝可梦或什么 这个这其实是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一个指标或是路标 但实际上我们要怎么去期待青年作家写作 我宁可这个说也许我们作为老少年一般的读者 尽量的阅读那么尽量的这个提供思维的可能性啊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文学其实是有传统的 他在这个这个这个脉络里面那么有一些作品的确是要经过时间的掏写 突然就出现了这个这个所谓时代精神的作品 所以这个一方面我们讲时代精神 一方面讲此刻啊 这两两两种这个所谓这个对时间的命名所产生的一个张力 一个这是一个悖论 这是我想是理想国这个他们设置这个奖的时候 也许也许想到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预留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这一轮的阅读里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一个一个在几亿光年以外的一个冒出来的 这个文坛的一个彗星 闪过去了 但是我们的眼力这么有限 我们遥望的星空 我们看到的苍穹是黑暗的 但是那个黑暗里面 谁知道几亿光年之外 那么大的彗星 那么快的闪过去 我们错过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想我刻意的要说一些这个比较倾向我们青年作者的立场的话 也许在这个方面 我们的青年作者这次不论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到最后的一个入围的阶段 我相信这个自己期许自己作为那个几亿光年之外的彗星 那么也许期待有另外一个一个时空的这个这个交合的点 那么那个作品突然发出了最大的光芒 也不一定 而那个是不是时代的精神 也很难说 那是几万光年以后的一个精神了 所以我在这里 我就刻意的和这个刘正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我们做出一个对话 那么提供给那么在线上的观众作为一个参考 谢谢 关于这个话题就是对青年一代现在的使命 对传统的这个压力等等 罗祥教授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更不敢谈任何建议了 我做一个普通的读者 或者是希望能看到好的作品 大概就这样 没有建议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让今天的文学爱好者 在一个平面上看到哈佛教授 这个主编的文学史的 这个两卷本文学史的主编 和世代粉丝千万的洛祥教授 你们在一起出现谈论同一个话题 我的一个联想是 有一次问到王安逸他们 问的问题是 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 你们已经占据了文坛40多年了 从80年代寻根文学开始 就是韩少公 于华 贾平蛙 王安逸 莫言等等等等 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是一线作家 所以这批作家在文坛40年了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陈平原在旁边说 徐子冬 你为什么不反省一下 你写文章也写了40年了 80年代就在写约大夫了 为什么今天你还在写 还要出什么重读什么什么什么 这就带出一个 我们自我批判一下的一个 一个处境就是说 如果说是观念的时代 或者是思想的时代 今天的整个文学界 基本上还是80年代起来的这个阶段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如果说晚清一个阶段 五四一个阶段 延安一个阶段 80年代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还在第四个阶段 说不定哪天又变了 而我们讲的一些主流的作家 他们从先锋 这是我最近的一本书 从先锋已经变成了后卫了 他们目前做的事情 还是在守卫一条意识形态的底线 就是刚才刘真说的 抱怨文学吧 怨恨文学吧 他们还在怨恨某一些的东西 在我看来 由于我的时代背景的限制 我认为如果进入新时代 不一定就是文学的进步 所以80年代的主流文学 为什么到今天还是主流文学 因为他们背后 有一个艺术形态的观念 理念 他们批判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坚持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好了 这个是大形式 但问题是对于青年的写作怎么办呢 我看过张月然写个长篇 他从他的角度写文革 哎呀 我还认识他呢 我就没办法来说他怎么怎么好 因为他很难啊 他怎么写也写不过你铁宁啊 写不过你甲铺啊 对不对 你的细节比他多啊 那怎么办 今天人 我看到了两种与时俱进的方法 我讲具体的例子 他不再凭讲范围内就没关系了 一种方法就是像格飞这样 他与时俱进 格飞的望春风是什么 写一个村庄里 一路几十年各种风雨 大家倒霉 但是最后这个村庄的完蛋 不是在文革当中 而是在文革以后 商人把这块地皮卖掉 当官的人帮助商人来 镇压村民的反抗 所以 格飞就找到了一个叙述技巧 他把你们对以前革命时代的愤恨 延伸到九十年代 所以他这个小说 丁东奖一百万 我说是 格飞真是忠明 不仅不忘初心 而且与时俱进 但是更加 不是与时俱进 也不是不忘初心 也可以说是不忘初心 就是这个奖所表彰的双雪涛 它是什么呢 我刚才讲 双雪涛 也是怨恨文学 他是从自己的怨恨出发 但是他怨恨的是九十年代下岗工人的命运 所以很真实 他讲的是他爸爸的悲惨 所以这个非常真实 你们刚才讲的现实也好 历史也好 这个乡愁也好 他都介绍到 只是他跟八十年代不一样 一样的是 他跟苏童贾平蛙他们一样 都是儿子辈在诉说父辈的冤屈 这跟于华的活着是一样的 这跟这个谁的那个河岸 苏童的河岸是一样的 但是他写出了他这一代的 我觉得这个文学家 能发觉到这样的作家就很好 而且不止于此 各位我 他对于这个老的工人这批人 他只写到了他们被下岗 被抛弃 工人阶级地位失掉 我们更年轻的王湛飞 上海的年轻女作家 写的就是这些工人 为什么被抛弃 以及他们抛弃以后 每天的日子怎么过 写的跟七哥夫的小说一样 男的做保安 女的去超市做营业员 整个一个小说集 为什么这个讲的第一次 给王站黑 他不知道怎么样 他这么小的一个小姑娘 就能懂得上海的这个退休工人 下岗工人 他们的day-to-day的life 所有的大时代都在后面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应该发言报 我是报幕的 但是我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最近最好在看他们小说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讲办得有点 有点橙色 还有个橙春城 哇 这个文字写得非常精致 非常巧 可是背后也有大时代 写一个什么庙 庙里面要把古代的一个贴 要拿出来 毁这个贴的是红卫兵和现在的商人 一个想做委员的和尚 可是这篇贴现在怎么样 被有心的和尚埋在一条桥下面 意思是什么 我们天天走 我们的传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觉得橙春城这个也非常了不起 所以我自己在想 我提不出 我在想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对于这个年轻作家提什么建议 紫东 我能不能多说一句话在这里 因为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双雪涛 那么他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出版 我的确主持了一个大型的 这个网上的论坛 就是来推崇这个小说 我觉得双雪涛的意义 因为他正好和这个文学奖的这个机制有所关联 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得奖 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这个正其实代表了不同的批评的领域 不同的世代 还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学的审美标准和历史观点的一个 一个交集的这样的一个点上 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火花 我之所以这个推崇双雪涛 我坦白的讲是因为有一点个人家庭背景的关系 我对这个东北挺有独钟 而且我说不只有双雪涛 这个班宇卫也是相当精彩正直 对不对 还有更年轻的 还有前面的前行者 就是池子剑什么 这是一个传统 我觉得似乎在过去是被忽略了 那么陈陈腾是南方写作的 这个他不管他自己是不是有意识的在这个传统里 这个他从这个泉州的出发的一个青年 他来写作 我觉得在除了您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我都同意 我觉得在文字的琢磨上 我觉得双雪涛跟陈生腾都交给了我们一些 这个这些作家都不是昨天前天开始写的 是不是 陈生腾在网上已经写了很多年了 双雪涛他的第一个这个奖是在台湾拿的 这个应该是2010到2011年了 所以不断的磨练 所以这个地方他在对文字的那个要求 我觉得那个里面有很大的一个伦理的意义 他对文字的敬重 就是他看起来写的东西似乎是跟现实跟历史对话 或者个人情绪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讨论里面 那么对于文字本身的那样的一种一种敏锐性 一种一种一种非常非常仔细的去打磨的一种工匠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两位作家所看到的一个特色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候选的许多的作品 我企图也去找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我所谓的一种工匠的精神 那么有几位是我们我想我们在未来可以讨论得到的 但是也许在子东所谓的怎么去连锁这个这种自知的精准度和这种历史的感悟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更大的话题之间呢 也许似乎还有一个临门一脚的一个问题啊 尤其这次我们看这些小说可能稍微有点不过瘾的地方 但即使如此我已经觉得是很精彩 就这么多作家 你别的干什么不好 为什么来写小说这么孤独的一个工作 写了也不见得有人看对不对 那么还被这一群这个评审评头论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牵手一个严肃的问题是 到了2022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写小说呀 这不应该是一个过时的一个文类了吗 或者还有这么多人看小说 为什么还有这么大一个机制 叫做这个理想国的宝破文学奖来评论这个文学等等啊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更广义的体制 还有我们的文学环境 还有我们的文学信念都有关系 这回到刚才这个罗翔老师讲的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是我一直在好奇的 所以我今天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谢谢 得奖和作品的这个评论家的评论 包括畅销 这个都是文学和社会的一种联系 我去重读一些作品的时候 我常常强调这些作品的畅销 为什么 就是因为畅销的作品 它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意念 它有民意基础 它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是选出来的作家 你像于华的活着 能够销到现在这么一直是畅销的书 你可以笑他里边对历史有简单化 你可以笑他里边这个有些细节粗糙等等 可是对啊 为什么这样粗糙这样细节的简单化 能够多少年来一直有很多人读呢 而且它并不是像红颜 他们是由教育系统推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现在这个中国现在很有成就的这个宝破的这个奖 所以各位肯定会有贡献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奖有什么具体的意见 每个人至少说一句 我觉得就是评奖出来得奖之后 就是说获奖的这些年轻人 可以跟这个就是青年的这些读者啊什么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相互之间的一个青年聚集吧 一个活动 这个使这个奖本身的这种青春气息啊 给他渲染起来 给他渲染起来 而且他肯定他的这个文化气质 跟那个我们习惯的各种各样的那种颁奖 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颁奖还一定要给他一点这个非常好的 那我们当当下年轻人的他的符合他的这种心情 我觉得这个要有一定的放心 林白老师 哎 这个奖当然是很厉害的 这个是荣誉非常高的 青年作家的一个标高 本来我说我我让我当评委 我就觉得当评委这种事情是最最最累人的 但是他们就是旁边的人都说哎呀这个宝珀文学奖 这个是太厉害了 然后我现在就知道青年编辑鼓励青年作家写作怎么说 就这么说 然后好好写 争取拿到宝珀文学奖 这个是现在就是鼓励青年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然后要玩青年作家吧 写写写写写 五年十年写写写就会没进了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更好 然后有这么叫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那这个就他就这个就有个高地 就是大家可以可以看这个看的这个高地 这个是我的我想的想到的要说的 咱们这次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主题呢 叫做从此刻出发 我也想回应一下那个刚才王德威教授提出的 为什么到此刻还有很多年轻人愿意写小说 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那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这个此刻 就是后疫情时代的开始 那么这个疫情时代 后疫情时代呢 的确历史翻开了很不一样的新的一页 那么对于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英国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他写过自己那个自传 他的名字叫做Interesting Times 有趣的时代 他说引用了一句号称是中国的谚语 但是这个中国的谚语只出现在这个英语里面 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谚语 这个谚语叫什么呢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就是说我诅咒你或者是我希望你不好 我给你一个什么诅咒的语言呢 我希望你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里 没听过 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 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有趣的时代 对于今天的小说的写作者来说 我觉得他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去把后疫情时代的特殊的感性和经验 都写进他们作品里 事实上在我们评选这个作品里面 已经露出这个头了 已经有人把疫情的内容 写到自己的作品里面了 虽然还不是很深刻 还只是浅浅的略过 但是我想从这一届宝破文学奖开始 20022年的宝破文学奖开始 今后这个后疫情时代的经验和感性 就会有一个爆发式的 在这个青年人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 所以我对这个未来 这个文学的新的这个增长点 我是抱着很大的期待 而且我也觉得很乐观 在这里面一定会有值得流传的作品 好 谢谢徐先生 我们短短两个小时的这个论坛 刘登老师从悲观的批评开始 现在变成乐观的祝福了 谢谢啊 我想到了我们这个文学奖 是从此刻出发 那么此刻呢 好像在英文中也有礼物的意思 所以这个此刻呢 它有礼物的意思 我实际上想啊 也许我们这个奖呢 能够评选出一种代表着当下文学最高水准的一种作品 作为给这个时代的一个礼物 而宝破理想国 正如柏拉图理想国那个著名的走出洞穴的比喻 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终极一生都生活在洞穴之中 我们看到的都是各种影像 各种世界的一些现象 但是也许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洞穴 至少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走出洞穴的冲动和动力 希望我们这个文学奖能够评选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 作为给这个时代的礼物 也作为带领我们走出洞穴的一种盼望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将撬动自求 那也许我们把这个文学奖作为一个支点 也撬动我们对于文字的尊重 也撬动文字本身对于德性的一种追求 我大概就想到了这一些 谢谢许老师 王德威教授 我正好延伸罗翔教授对于这个理想国的 还有洞穴的这个隐喻多说一句话 我们都记得汉南阿伦特在他的经典的作品 人间近况human condition里面讲到的 一个古典的公民社会 当然是最理想的 应该是希腊的理想国的社会 那么最重要的以公民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 以及建立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憧憬的方法 就是互相的说故事 这个说故事呢 是启动文明的一个开端 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未来 怎么去回想过去 端赖我们这个世代 此时此刻的 不论是作者和读者 一起来说这个故事 分享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越复杂 越不可思议 或者是越有它的传承的历史的意义 越能够展现这个文明 这个可长可久的潜力 所以我想理想国从说故事开始 这是宝破文学讲的一个终极的意义 谢谢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我们时间刚刚谢谢各位参与 不过艰巨的工作还在后面 你们到最后 最后的这个投票 最后的讨论 记住就是你们决定的 五个人 而且呢 我提醒一个技巧 不仅是推最重要的这个作品 就是你认为 通常我们就提最重要的这个作品 后面怎么排 我们不大注意 但其实不一样 完全有可能 你后面怎么排 会决定它的总分数 所以这个到时候 就是你们来决定 怎么我们对于这个中国文学 大中华的这个文学 做一个努力 增加一个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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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感谢观看